不是就解卡而已 不是解釋而已 你就解卡而已啦 一名女子对着占物人员十分不耐烦 情绪越来越激动 我都就是小钱给你的 你到下来都会把他说 下来就解卡而已啦 我都讲的真正常常的钱 你就是解卡就对了啦 频频跳针要占物人员解卡就对了 原因就在于他从嘉义搭回水上 出战时遭到锁卡刷不过 占物人员帮他处理 但女子等不下去 看起来很火大 占物人员处理好了 刷卡也过了 但他骂得更难听 你看不是好了 就表示你 小总的说啦 我跟你解釋你听不进去啊 那你从中问你找我花了 我是什么快 而且我是快过卡 我找你 跟你解釋你都听不进 你没办法跟我解釋的 我怕就死啦 直接抢占物人员 让一旁的民众看不下去 录影po网 而我们回到事发地点 站长表示这名女子20号出站 忘了刷卡遭到锁卡 而这回在嘉义车站 补完钱之后又漏刷卡 才会再度被挡下来 有网友就质疑女子是想逃票吧 两趟的话 几乎上他都没有按照这个 正当的动作 自己错在先却还大小声 占物人员帮他解决完问题后 得到的不是谢谢 反倒是 让我解釋的机会啊 这阵谁看了都会好傻眼 记者侯国文潘颖文 嘉义报道